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吕晓 要说起背部,最重要的部位就是脊椎了 因为五脏六腑的神经和血管都是连在脊椎上的 而且沿着脊椎有一条经络叫做督脉 被称为是人体的羊脉之海 脊椎的两侧走的是膀胱经 这两条经络是人体排毒排湿的通道 很多人的背部脂肪非常的厚 看起来很胖,压迫了脊椎,导致腰酸背痛 还会堵塞经络的气血,会导致非常的怕冷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保养背部的非常好的动作 如果能经常练习,可以让后背变得更加的挺拔,更加的平坦 下面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在做摇脊柱的动作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些准备动作 先来舒展一下自己的后背以及脊椎 适应一下等一会儿的锻炼 站立,两腿分开与肩膀同宽,手臂放松 两条手臂向后摆臂 同时呢,我们的下颌向上抬起 1,2,3,4,5,6,7,8 好,大家连续坐上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让我们的后背呢,得到肌肉的放松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摇脊柱的动作 还是站立,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 两条手臂指尖相对 掌心朝下,在胸前抬平,手臂抬平 然后分别向左右两侧 转动身体 在转动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 自己的腰部以下的位置是不转动的 我们的髋关节以及自己两个膝盖 两个小腿都是不转动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自己的腰和自己的腿都跟着转动的话 其实呢,整个身体都在转动 那么我们后背的锻炼呢,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脊椎的锻炼呢,就打了很多的折扣 可是如果说咱们只转动腰部以上的位置啊 那我们的双腿不动 咱们呢,后背呢,就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拉伸 大家再来感受一下 来,1 2 3 4 这个速度不要过快 我们3到5秒钟去做一个就可以了 一左一右为一次 我们连续做30次为一组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您做完第一组之后 感觉到身体非常的舒服 自己的腰部后背都没有很疼痛的感觉 很舒适 咱们就可以再做一组 最多呢,一天可以连续做三组 这个时间段啊,您是放在早上、中午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没有时间限制 您是空腹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去锻炼都可以 没有具体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随时随时随时随地都能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 下 1 2 3 4 5 6 1 2 3 3 4 5 6 那么我做了几个之后呢 就感觉到自己的后背 从肩膀到腰部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放松 非常的舒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循序渐进 由少到多 慢慢的去练习 能够让我们的后背越来越平坦 越来越舒服 秋天养好背 不仅能够去除寒湿毒素 还能够疏通经络 养好气血 到了冬天才能够更好的抵御寒冷 整体的身体素质也会得到提高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和关注 有问题也欢迎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